雖然川普總統說他將會帶領美國退出氣候變化巴黎議定書 但美國看來將會實現巴黎議定書規定的壓制氣候變化行動的目標 聯合國秘書長古鐵雷斯星期四在聯合國表示 由於商業公司和地方政府的努力 美國可能會滿足巴黎議定書的國家承諾 他說在全世界政府的作用越來越不重要 而經濟和社會發揮的作用日益增加 2015年奧巴馬擔任總統的美國政府 和其他將近200個國家一起簽署了巴黎議定書 承諾將減少碳排放以及其他溫室氣體的排放 將全球溫度的上漲控制 在不高於工業革命前溫度的兩個攝氏度 川普總統說巴黎議定書是一個對美國最差的協議 不過根據巴黎議定書 美國在2020年之前不能正式退出這項協議 會不會伺候 內容 總統說起碼議定 seinemums 中共自己的事 中共不正身 也許意信